其實作為一個環保團體 我們不是反對焚化路的一件事 而是我們覺得在用焚化路之前 其實大家需要考慮 我們是否真的需要用這麼多的焚化路 因為其實現在在說 不是只是一個焚化路 因為能夠處理完我們的廢物 一分鐘要起兩座 甚至三座才可以起步 所以我們是希望 可以在前面的源頭減費做得好 在後面的任何的普通處理層師 無論是焚化路有沒有 焚化路有沒有 那個壓力都會減少 在這裏也想分享台北的例子 台北現在有四個焚化路 但是其實他們現在是不夠垃圾燒的 因為他們的減費是購得很成功 但是他們的焚化路已經全起來 那怎麼辦呢 他們現在要去焚焚區那裏 焚了垃圾出來燒 就是令焚化路天罪燒 你想想這幾個荒謬的事 在一個地方發生 我們希望這幾個荒謬的事 重複覆前 在香港的這個最小的地方 尤其是我們真的人多地小的時候 我們去用這麼多珍貴的土地資源 去理這些業務性措施 我們希望真的每一步 想得很仔細 究竟現在香港的問題在哪裏 我們應該是落哪些藥去解決它 而不是說盤木地 好啦 我們其實這些業務性措施 就當作解決了問題 但這個不是我們想見到的方面 我們其實都是幫助政府的 喊緊詞 正如剛才所說 在一個焚化路 或者抗議一個堆平均是保衛的 但是如果要用回收 或者其他減費的措施 其實它的成本絕對會低 去燒一棟的垃圾 或者堆一棟的垃圾 好 多謝各位同學這麼積極的問題問 但今天的時間有限 相信大家的案件 在經常做越不同的方面 受著這個議題的發表意見 所以我們都可以問多兩個問題 不同的案件 不知道有些同學同學想發表一些 可以說 去上席 這一面 大家好 我是榮耀元朗神聚長 中海中六級的藝家瑋瑋瑋 無可否認 源頭繳費是最好的辦法 而垃圾徵費也是最實際 和最過欠的方法 但問題是 你垃圾收費和交代收費 其實價錢上是相差幾倍的 其實香港有很多低策略士 未必是負擔到一個負責 政府會有什麼機會呢 那就相對地說 垃圾交代收費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一個垃圾收費來說 但是交代收費實行的時候 都要分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去實行 垃圾收費是不是都要分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呢 而垃圾收費現在只是在諮詢的階段 那是不是垃圾收費 其實實際一點來說 是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法 但是我們一堆田區的問題 是迫在微切的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最快的解決方法就是 是不是應該抗建工 抗建堆田區和輕田民霸霸 還有我們必須討論這個方法 怎麼能令到 放建堆田區和輕田民霸霸 是對香港的影響感到最低的呢 謝謝大家 謝謝 提同學的精緻意見 就是說如果要解決一個這麼迫切的問題 就是抗建堆田區和這個 就是 起雲法爐是有迫切性在這裏 但是 同學 剛才也都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比如說對一些忠援戶 或者是一些貧窮戶來說 垃圾徵費是會對他們來說 是發出加的 我們很明白 在這個諮詢過程 這個垃圾徵費的諮詢過程之中 我們聽到很多的意見 也都有很多立法會議員 都提出這件事 有沒有一個門檻 過了一個門檻才付錢得不得 因為有一些貧窮戶 其實是用很少 就是很少垃圾 有沒有可以有一個免費的膠袋 派某一個量數給他們 好讓他們 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聽到這裏 我們現在暫時來說 還沒有一個方案 謝謝 那張同學有什麼想答 我今天沒想過 哈哈 有什麼想si 我是東環三年度 無人間經驗中行中六級的 同學 佐藍一 剛剛教授 也講過高層次的教育 我覺得對於處理股體分別來說 提升到環保意識的 市民環保意識的會議是高層次的 我知道除了聖菜、這些收藏 和其他提高高生環保意識的活動之外 政府是推行了環保學校 首家環保學校正在同村民的成小學 以我所知,他們通常注重的都是 一些硬件、一些配套,譬如泰文版 我想問環保學校會有甚麼計劃 針對提升學生環保意識的呢 還有學生,我們也關注的 就是這個計劃會如何推廣到其他區的職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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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快就出入園園之後 教過知道這個答案 不過,我曾經做過 你剛才收到環保學校的研究 我們收到很多學校投入這期間的計劃書 你剛才看得到很多東西 就是太陽能擺、收集、雨水、灌溉和山青棚 全部都是這些 所以我看了幾次之後 我就沒有再做了 因為我覺得 我不是很積分 一個環保統和另外一個環保統 哪一個環保統比較好一些 所以這個計劃本身不如意義 但是我覺得是需要 要搶一些新一些的 即是官員的新一些 比如說有沒有一些方法 整體提升學生的環保性 而不是說在哪個環保去做個環保 而且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你申請了之後有個獎金 有個獎金 那獎金就擴大了那塊 這就是無法獎金 因為這樣不是真是 幫助上一個 那個比賽和那些獎金會主席 是政府的 所以我馬上加回政府的 對方 我講得到就是硬件的 其實真正的狼狼 我想最重要的不是硬面 是軟面 是你 我的意識 我說我的意識 這件事其實是最珍貴的 因為這個硬面 你會 風吹雨打之後 你會摺牌 會有可能幾年之後受惹 但我相信你不能夠 潛艷物化多多 你能夠可以認知 認同這件事 而跟隨你畢業之後 你上大學 出來做一件事 終身受用才是真正的教育 那你知台下的嘉賓 有沒有 有甚麼信服台上的嘉賓 交流和寫下的泰國 大家好 我是九十號和一百號的心勁 今天來到大家見面 很開心 我是蓮朗區的居然 我叫林光明 剛才有個學生 問一問 林小姐是作答的 說堆田區的焚化爐問題 焚化爐用完了之後 拿回堆田區的垃圾 再放在焚化爐燒 燒煉了之後 那些垃圾都要放在焚化爐燒煉了 因為同樣有渣載在那裡 這件事大家都要知道 其實香港用一個 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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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田區處理垃圾 第二個 構思就是用焚化爐來處理垃圾 其實還有第三個概念 就是說 原來它叫做 銀梨子技術可以支援地處理垃圾 這個在澳洲 都是很盛行的 剛才在澳洲之前 也跟嘉賓交流一下意見 其實我們就在中秋的時候 去過一次在澳洲 就看了一些 等離子腐化的發展的技術 這個技術其實就給一種 不用燒的垃圾 就等於在太陽的表層之中 已經是把垃圾分解了 這個分解 這個技術就比較 堆田區 或者焚化爐的技術就比較生命些好 我們知道 現在我們興建一個焚化爐 就需要 那個費用 可能要對420億 這個政府公帑去做 但是 現在我們有一個叫做 比較好一點的技術 就用這個 等離子腐化 這個等離子的技術 可能用到7億 還有可以處理到2000公噸的垃圾 那可以不可以 大家 即是我們 我都不是一個用作學者 或者是一個技術人員 但是 所得來的報告 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麼 現在我們這個叫做 焚化爐技術呢 在香港呢 我本人的一個方法是說 就不是那麼適合用的 因為它呢 雖然在氧氣 氧氣的情況之下呢 就要去燃燒的 就要燃燒到150度 這樣呢 就會做一些叫做 飛灰呀 又或者會做一些底灰呀 有22%的底灰 還有呢 有2%的飛灰呢 就會呢 送到堆田區那裏呢 就堆放的 這樣呢 就可能會做到一個叫空氣上的污染 那為什麼有關這個堆田區的計劃呢 也都是受到釋法 覆下這個挑戰的 可能要推到2022年呢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呢 一件事呢 我們那些等梨子的技術呢 和這個熱解氣的那個焚化技術呢 很明顯呢 就是可以取代到 現在我們香港政府要提倡那個叫做焚化炉技術呢 就更勝一籌的 如果呢 各位都想參考一下呢 可以看回我們一個網頁的 我們的網頁呢 就是 《新界關鍵大明門》裡面的網頁呢 都可以說到 給大家知道呢 原來呢 有第三個技術 可能會支配到的 那等大家呢 增加多了學識 多謝大家 好 再大家就一回答 給大家一點點 好 我的技術呢 其實政府是持開放態度的 就是任何的科技 我們都會很慎慎去處理 那我記得呢 在九月的時候呢 我們是邀請全世界的專家 都論證這個焚化的技術 現在最新的情況 那我相信 我沒有在那個會議裡面 但是呢 肯定不知道這個技術呢 其實一定是有這個 立入提討論之列 那也都因為當時呢 都有人是講過這個這樣的技術 政府 投資銀行的技術 我們要 要看那個reliability 看那個 可靠性 可靠性 這件事 如果是一些很新的科技 而只是在 還是在一個事業界 我相信政府理財之道呢 就要很信心 因為我們錢是納稅的錢 我們投資下去 有一樣東西 如果沒有一些 track rental 或者以往的經驗 或者是一些 我們如果是用核電廠來講呢 我們說plant years experience 就是說 全世界有幾多個廠 他每一年 我們怎麼計 有幾多經驗呢 我們是要看很多 很多數據的 那如果有一個技術 是較為新的 而他那個plant years experience 不是長的話呢 我們就要很小心 但是呢 政府是延遲開放大陸 看任何東西 如果剛才 文議員所講的價錢是這麼合理 用的地方是這麼少 又是這麼好的技術的話 為什麼政府不是呢 一定有的原因在那裡 但是我就不是這方面的那個 就是終端處理的那個部分的 所以我就不方便解答 很多謝各位的意見 剛才的文靠環子真的很精彩 同學生都同職地這樣舉得自己的意見 在這個時候 就等我們已經請了 太小鐘要接受的人 何若華小姐為我們自責錢 多謝各位同學參與 那其實呢 這一個字 就像剛才你們拍手著呢 我希望你們是拍到自己的 因為其實呢 我們東文教會會 最重要是希望同學可以對 一些社會的議題和一些時事 可以關注 而且就像剛才那樣 你們這麼湧躍的發言 甚至你們問這個問題 你們之前一定有看過這些資料 那希望我們呢 繼續去看這些資料 也都呢 嘗試去參與不同的討論 政府有很多不同的諮詢 你都可以一起去發言的 那我再次在這裏 多謝大家今天的意見 謝謝 大家聽完很多的嘉賓和同學的意見之後 應該會有不少的得獎 其實這個議題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討論 但是我們以時間所限 我們都要結束了 我現在再次代表 聯邦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多謝 林博貞教授 林博龍博士 同志麗小姐 中華3.6個力量中學 美國聯邦陳鎮夏中學 18間區市委員會 公益社中學 聯邦公立中學 以及聯邦商務中學 積極的參與 我相信大家會得到不少的得獎 啟發和反思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離合你的功能責任 認識多點 理解多點 參與更多公共事務 以及很多不同的社會議題 香港的發展 就靠上大家了 如果想知道更多 在議會的資深 歡迎大家 在網頁網頁 www.ylce.org.hk 好 聯邦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法的 公民教育論壇 現在正式結束 在完結之前 我們不如再次見面的詳釋 多謝公民教育委員會主法 多謝很久 現在有請各間學校的同學 按著次序才來關於課 首先